电脑、多部住家电话、数据机、打印机等等 这些都是警方前天晚上突击位于雪州沙登岭 一间独立式洋房的国际电话诈骗集团时所充公的物件 警方也在现场逮捕了29名来自中国和台湾的男女嫌犯 他们年龄介于25岁到40岁 警方目前将他们扣留两个星期 并调查他们是否以假护照进入我国 雪州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穆哈默沙克利指出 诈骗集团向电讯公司购买电话号码 通常会乔装成国家银行官员或者是警员 恐吓利物的银行户头有欠款 要求他们会潜到另外一个户头 而不及警的受害者就会上当 过去一年半 单是雪州警方就接获558宗澳门骗局的投报 涉及款项大约1800万 早安 Gy Zame Jhug Cy Zame Jhu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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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hug